第一个就是我有把每次上课的影片一样贴到Porto 所以如果你有些细节也不太清楚 像上个星期关于人事考评里面如何算平均 如何算他的比试成绩 然后最后合计最后排名 这个假设你不太清楚的话可以回头再看过 另外的话呢把这个最后的结果做两个按钮 然后两个VBA的按钮这上面也有 然后相关的程式码画面呢在云端白板上面也有 所以剩下来就是你们要把它多练习 那其中考试可能会采那个就是上机测验 OK所以各位要点心理准备 还是务必把它熟悉 因为像这种东西其实会跟不会差在熟练度 如果你假设你够熟练的话 这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我会大概挑个几题吧 所以你们可能就是要把这个练手 尤其是那个函数啦 VBA 所以如果假设其中考试的话 那我就是给你一个空白的档案 然后做的方式的话基本上就是把先把公式做出来 然后再把它变成VBA 大概原则上流程是这样 然后这个是上课的影片 所以你们可以假设细节部分可以先看过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准备 不然的话其中考试应该会蛮蛮 结果应该不会太好 因为我发现会的同学跟不会的同学最大的差别还是熟练度问题 好那接下来就是今天这个是人事考评 那最后当然我们是把它存成副档名应该是 启用聚集的活业部啦 所以最后那个副档名应该就是会多一个XLSM OK原来是XLX 那因为我存了VBA之后会变成 启用聚集的活业部 所以将来如果 其中考试的话 将来还是要一定要存对档 如果你存错档那等于你VBA部分完全没有分数 所以理论上如果其中考试的话 函数跟VBA各在一半 所以成绩的话也许就是50分50分 一半一半的成绩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继续再来看那个 这个饭店管理的这个题目 所以请各位就是把那个饭店管理这一题打开 那打开之后的话 其实它的相关 打开就是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总共有几个部分的题目 总共有三个工作表 那你可以看到 里面就会有这些相关资料 那首先大家来说一下 如果细节部分 你想要知道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证照考试的一个题目 不过其实拿来练习我觉得也相当不错 那你们如果要参考的话 其实云端上也有相关的结果画面 你可以到第五个单元里面 找到我们这一题的话是饭店管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题目是在这边有个饭店管理在这里 那蓝色的你找一下 里面的话打开就题目了 OK所以其实这个题目基本上呢 就像让证照考 现在很多那个一些企业 如果你要进去之前 他会先给你一个比试 那比试现在考什么最多 其实大部分还是上机考试 我觉得会比较多一些些 因为直接确保说他要的人 是真的会用某一些软体 那直接干脆给你一些题目 直接考就好了嘛 不然有时候你在那个履历表上面写说 你会e sale 但问题你真的给你一些东西 结果你都做不出来 或者是说你做得很慢 那其实现在那个效率快慢 其实我觉得跟你熟不熟这个软体 很重 有很大的关系 不会的人真的每天在那边摸 摸半天说真的摸不出一个头绪来 顶多就涂法链钢慢慢弄 弄半天 那你会发现你真的会 如果你是主管的话 你会觉得哇这个怎么办 找一个人真的每天在那边摸 他其实也没有偷懒 他每天还是很认真做 但问题做到下班 我要的东西呢 还没做完 那就很偷懒 其实为什么 因为本来你可以用e sale的函数 就可以解决的 结果你不会 那你变成土法链钢 甚至如果你会VBA 那更简单 按一下结果就出来了 OK 那需要的人是什么 需要的人就是要会的人 OK 不是说你会e sale 但你会什么 打开e sale而已 那其他其实不熟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这一题呢 比较牵涉到类似 如果你到那个饭店 因为现在观光业其实也越来越新 因为疫情解封了嘛 所以现在很多那个疫情前不太景气的一些旅行公司 现在好像都大量在招聘人员 好像比较龙头像什么雄狮旅行 我看雄狮好像也想要找蛮多人的 那当然呢一个饭店的管理 要怎么样比较简单 而且观光业啦 你不止任何 不止观光业 任何行业都一样 当然现在因为第一个人力短缺 因为其实以现阶段来看 你们像现在的每一年的毕业生 像20年前大概至少都30万以上 可是呢 今年的毕业生只剩下十几万而已 那这什么问题呢 本来每一年都会提供一些心血给企业 但现在的话呢 怎么突然人变少了 想要找很多人进来 结果却找不到人 现在很多新闻都在报嘛 所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而且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可能未来你们的年代 等到你们到中年的时候 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你会发现路上人都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预估再过个 50年啦 因为我看那个资料是 50年之后台湾的人口 大概差不多剩下 现在2300多万对吧 预估大概只剩1600多万 也就是说有大概多少人 有大概700万人 三分之一的人不见了 OK 那三分之一其实主要是 如果以现在来看 应该是那个年轻人啦 就是说刚出 就是那可能低于20岁的那部分族群 慢慢消失了 所以你会发现第一个 以后你们大概到中年那个年代 应该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第一个 你走在路上 可能人变少了 第二个的话 大部分看到都是老人 OK 以后台湾可能只剩老人 以后看到那个小baby都觉得 哇 好奇特的一个 这个什么稀有动物了 因为大家都不生小孩了嘛 OK 所以当然可想而知以后呢 没有人去做饶力性 就是说应该要有人去做的事 结果找不到人 那怎么办 这时候其实啦 我觉得未来像就像日本一样 慢慢他们会思考说 如何利用电脑或机器取代人力 这个其实还蛮明显的 好像我之前有跟各位举个例子 像那个日本东京 他们有一个工厂 在奇遇县 那一天生产五十几万颗水饺 一天生产五十几万颗 但是呢 很奇妙的五十几万颗水饺 实际上里面的工厂的员工 工厂的工人 实际上就只有几个人呢 五十万颗以前都要包水饺 那你可能要请 如果用人工来包的话 不得了 可是实际上 在那个工厂里面 只有五个工人 他就负责一天生产五十几万颗水饺 哇 你想说哇 那当然主要还是透过什么机器 跟那个透过 当然里面可能还是牵涉到一些 比如说电脑的运作啦 如果做一些统计分析 让那个一个水饺 就是至少你可以在运作的比较顺畅 效率比较提高 所以我们回到这一题来看 这一题其实主要是针对那个饭店管理 利用那个V的函数呢 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那首先的话第一个问题 问题一 所以你们如果自己稍微看一下 他实际上问题一 就是要你做这些事情 OK 不过做这些事情 当然我讲重点 其实就是把这个最后的结果做出来 那实际上 你们自己看题目 重点其实就是说 一 请你取得总共有四个资料 有没有发现这些减号 这个第一个 这个是第二个 这个是第三个 这就是第四个 那其实中间再串接一个减号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他需要一个ID 这个ID的编号 那这个编号呢 实际上就是独一无二的这笔订单 独一无二的编号 那只是说这个编号呢 要怎么样独一无二 而且又不会跟别人重复 另外的话呢 可以借由ID里面呢 知道一些相关讯息 你会发现这总共有四个讯息 哪四个讯息 第一个哦 其实是饭店的缩写 第二个的话呢 是什么 0101 0101应该是什么 他这边应该是讲 010应该是 Check-in的日期 是不是 Check-in 哪一天Check-in的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住期 第三个讯息应该是什么 第三个讯息应该是 住期 期晚吧 OK 那第四个就是他的 first name 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信 信什么 OK 那所以呢 我们如果要取得 像这样的一个结果资料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第一个哦 我们切到这个练习档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哦 我们需要练习的第一个就是这个 在第一个工作表 booking里面 打开之后的话呢 那你可以看到哦 这个booking ID下方这个栏位呢 其实是空白的 那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公式填到这里面来 OK 那首先的话呢 当然我刚刚讲 我们要分成 总共有 我取得四个资料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先查出他的饭店的缩写 哎 你想说饭店缩写在哪里 那你可以切到那个hotel里面 这边哦 其实就会有一些相关的资料 那你可以看到哦 这个是hotel name 他的hotel name是这一个 那他的ID就是他的缩写 就这一个 所以呢 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他的饭店名称 那把他的ID给抓回来 所以理论上之前 我们都会先定义一个名称啦 不过这个题目好像他已经有些 都帮我们定义好了 比如说呢 这个范围哦 他好像已经帮我们定义 这个范围呢 他已经帮我先定义好 哦 这个范围的名称 他叫做hotel detail 哎 所以哦 如果我要用个查询的方式啦 当然你不要傻傻的 就是说 比如说你自己用人工去查 比如说他这个叫什么 hotel什么 ezyku 是不是 ezyku OK 这个这个名称啦 那如果你要查的话 你当然就是 以前的做法是 哦 我查这个名称 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他的ID 哦 要把它查回来 那你当然以前做法是Ctrl C 有没有 然后Ctrl C之后呢 把它在这边Ctrl V 贴上 那就可以把他的缩写 查过来了 OK 可是问题 这样的方式一定是 你可能以前做法是 把它选起来 Ctrl C 然后再到这边呢 把它Ctrl V 哎 缩写就过来 不过问题来了 你hotel 假设啦 因为你每天哦 有些大的饭店 一天的光 它的资料量哦 就至少是几百上千笔了 所以如果你假设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我看永远做不完 那怎么办 哎 可以用查的 那我们前面有用到一个函数 叫V 团数 所以哦 如果用V 团数的话 一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插入函数 找到查询与参照 拉到最下面找到一个叫V 团数 按确定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所以我们用V 团数 它主要就是帮你 根据某个表格的资料 帮你把你需要的资料查回来 那第一个哦 第二个就是 他会问你四个问题 反正就是把四个问题填满就可以 第一个 lookup value 你要查什么资料 lookup就查 查 value的资料 查什么资料哦 那我要查 hotel的名称 你就把 hotel的名称给他 第二个的话去哪边查 table就表格 表格的范围 那所以呢你可以按F3 它里面有一个叫Hotel的detail 就是那个什么呢 就是 Hotel detail就刚刚那个表格嘛 有没有 那个表格里面就是三个栏位 第一个栏位就是Hotel的名称 第二个栏位就是他的ID 那我要把第二个栏位查回来 所以呢你就是 在跟他讲说 你帮我在这个表格里面把第二栏哦 有没有 COL就colum index就是索引 意思是说 第几栏的资料查回来 第几栏你要把第几栏的资料查回来啊 那你查了Hotel有了哦 OK那你就把我把第二栏 那怎么知道第二栏呢 有时候你假设不确定 你可以再点上面这边一下 如果你点上面一下哦 其实它蛮贴心 它会跳到这个表格 所以你可以看到表格就是指这个表格 然后呢 你要查的资料是这一个 是在第几栏 一定是第一栏 所以它就会帮你在第一栏里面找 从上找到下 有没有找到 有找到了在这里 有没有 然后你要把第几栏的资料带回来 哦 把第二栏资料 所以你在这边哦 跟他讲说二 哦 帮我找第二 那如果你想说 老师那我将来不要第二栏 我要里面有 偷偷论识就是 哎 饭店总共有几间房 几间房 那如果你不要这个讯息 你要第三栏 你这边就输入3 它就帮你把第三栏的资料抓回来 所以啊 以后如果还有更多 那你可以把这个 哪一栏哦 变更 它就查一定是查第一栏 然后把你需要的栏给带回来 那第四个问题就是Range Lookup 哦 那你要不要哦 如果说将来哦 如果你要找这个名称 如果在这个表格里面呢 如果找不到的话 哎 比如说刚好 你这个hotel的名称 刚好在这边没有的话 那要不要帮你找接近的呢 好 理论上当然啦 如果不要的话就输入0 不过如果输入0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 如果找不到哦 它会出现 not available的错误哦 好 如果要的话你就输入1啦 不过理论上你们先计0好了 因为0 用0的机会比较多啦 好 不要 好 OK了之后的话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哦 它就帮我把那个 它的 它的那个ID给查回来 那当你向下填满哦 其他的ID都查完了 有没有 不过哦 跟各位讲啊 目前只有完成这个 这个部分问题的第一个部分 哦 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我要 哎 在串什么了 所以哦 先有一个这个缩写之后 然后后面的话 还要在一个0106 0106什么 016看一下 哦 哪一天check in 所以哦 check in日期 但问题 check in日期是这样的格式 那我要怎么样把那个check in日期 我只要取它的月跟日 而且要把如果它 各位数字的话 前面就自动帮我补一个0 那如果不是各位比如说10月11月 那就11就可以了 OK 那怎么样补0哦 所以呢 我要把这个这个讯息串在哪里 串在这个资料的后面 变成-0106 OK 好 那把0106补过来 再一个减 减之后的话呢 它住几天 住几天的话就要把什么 check 哪一天退房嘛 减掉哪一天 这个住进来 但是问题哦 8减掉6的话实际上还少一天 因为它把1月6号这个部分 少掉了 所以必须还在加1 所以如果要知道说住期晚的话 就是直接call 8减 那两晚 可是如果三天的话 便要加1 OK 就是把日期减完之后加1 那最后的再取得它的first name OK 算在这边就得到最后的结果 OK 特别注意哦 这个ID很重要 不能做错任何的东西 因为你这一题如果做错 下一题的话呢 那就做不出来了 可能要特别小心一下 请各位试试看哦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 先开启那个 饭店管理 饭店管理那一题 稍微了解一下题目啦 题目部分在云端白板上面哦 稍微了解一下 拿一咖 railroad 干杯 用 觉得 试